相比于抗日战争时期与敌人周旋于正面战场上的国军而言 由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武器弹药获取上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 据了解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只有头一年八路军基本没为弹药供应发过仇 因为国共二次合作局面的形成 国民政府会给八路军充分且及时的供应弹药 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国民政府最后中断了给八路军的弹药 这使得战士们不得不想其他办法获取战斗所需的弹药 但很多时候八路军战士还是遇到有武器没弹药的情况 例如八路军在1940年攻打白燕阵时 就出现了有炮无弹的情况 当时多亏八路军炮兵连长从日军那里偷回了279发炮弹 那么你知道这位连长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吗 在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为了方便后续的作战计划 决定在鲁南地区周边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 在鲁南地区的众多村镇中 白燕镇是鲁南山区通向奇蒙山区的必经之地 作为南北交通枢纽 白燕镇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也正是因为如此八路军1150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白燕镇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时盘踞在白燕镇的人叫孙鹤灵 此人是镇上有名的地主 八路军1150在抵达白燕镇附近之后 本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服孙鹤灵 以便于后续在白燕镇驻军 只不过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孙鹤灵竟然会勾结日伪军 随后在日军的强迫下 周边几十个村庄的百姓组成所谓的反动民团 开始破坏八路军的交通 在这种情况下 八路军只能选择与附近地区的日军开战 据留存的战斗资料来看 白燕镇在当时遭到了反复争夺 起初在罗戎环的部署下 孙鹤灵部被全部解灭 八路军进入白燕镇之后 将孙鹤灵粮仓里的粮食分发给了周边百姓 百姓们也因为受够了孙鹤灵的压迫 因此对八路军的到来非常欢迎 只不过因为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落后 再加上弹药紧缺 为了更好的伏击敌人 八路军在罗戎环的指挥下 主动撤出了白燕镇 因为在撤出之前已经安顿好了村民 所以日军进入白燕镇之后 什么都没有得到 等到夜晚降临 八路军部队向白燕镇发动猛攻 留在村子里的敌人伤亡惨重 继孙鹤灵部和日军第一次进攻失败后 日军开始等待援军的到来 等做好一切准备之后 日军又对八路军发起进攻 这一次八路军像上次一样 也选择了主动撤出白燕镇 并且趁夜又给敌人造成了明显伤亡 最后敌人无奈借助毒气作为掩护 狼狈地逃出了白燕镇 至此八路军成功在白燕镇 以及周边地区建立起了鲁南抗日根据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在八路军展开的三次 针对白燕镇的争夺战中 八路军炮兵连长李玉章 立下了大功 因为他在日军松懈的时候 巧用方法偷走了日军279发炮弹 给敌人后续作战造成了很多的阻碍 当时孙鹤陵部和周边日军已经落败 黎玉章依照团长的指示埋伏在镇口 他看到趾高气昂的日军在村子里走来走去 不一会儿有一百多个百姓就被他们搜找了出来 日军命令这些百姓帮助自己运送弹药 其中有不少弹药箱上写着九二步兵炮用的字样 这使得战士们兴奋不已 要知道他们连在之前就顺利搅和了两门九二步兵炮 只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之后 整个炮兵连就只剩下了三发对应炮弹 为了获得日军手中的九二步兵炮炮弹 李玉章和指战员开始商量并调整后续作战部署 重新制定了作战方案之后 李玉章又向团长征求了建议 在团长的支持下 李玉章派侦察兵去查探这批炮弹的安防位置 没一会儿侦察兵跑来说 日军让乡亲们将炮弹藏到了镇子北边的小学校里 并且还派了一个班把守弹药 李玉章迅速在心里过了一遍小学校在镇子里的所处位置 然后亲自带着侦察兵偷偷窜进了学校里 李玉章等人查清楚弹药保存 以及百姓被关押的教室位置后 又默默返回埋伏地 他先派出大部队去和学校背道而驰的方向 吸引敌人注意力 然后带领其他人来到学校背后 趁着枪声四起的时候 李玉章和众人用工具迅速凿开了目标 教室的后墙 不一会儿学校后墙被凿出的洞中递出了一枚枚炮弹 大家手脚麻烈的一趟趟运送着炮弹 以确保在敌人发现之前运走所有的弹药 李玉章在和战友一起搬炮弹的时候 也在不断统计炮弹的数量 最后李玉章一共从敌人的弹药库中 偷走了279枚炮弹 只是在撤离过程中 年久失修的墙面忽然掉下了一块石头 咚的一声砸到了弹药箱上 李玉章为了避免那些被关押起来的百姓遭殃 干脆和几名战士留在了教室里 并且在多名日军进入教室后 他们迅速引燃了手榴弹 炸死了进来查看情况的日军 随后李玉章去搭救那些被关起来的百姓 而剩下的战士则开始与日军周旋 双方交战开始了一会儿之后 镇口驻扎的团长带着部队和火炮赶来支援 并大挫逼军 后面赶来支援的日美军也发现自己打不过中国八路军 于是干脆掏出毒气弹 边逃边炸 成功阻挠了想要追赶的八路军战士 而鲁南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 这些缴获来的九二步兵炮弹药 军被妥善保管了起来 一旦有敌人入侵 八路军就会拿出炮和弹药 后来战士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解气地表示 看见日本兵还狂不狂 其实像李玉章这样 从日军手中搅和弹药 效率低下不说 有时候还会出现弹药消耗 比搅和弹药更多的情况 但战士们实在太缺武器弹药了 所以有一点搅和敌人武器的机会都不会放过 可以说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 作战条件非常艰苦 不过即便再辛苦 八路军战士们最终还是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最后再来补充一点 关于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内容 据了解鲁南抗日根据地 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活跃在山东的党组织 在滕县、义县等地领导了队英的武装起义 并为了方便与周围侵略者势力进行对抗 山东党组织还在1938年时候 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 次年八路军1150兵分数路 向鲁南地区进发 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数场战斗之后 终于和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会合 众人一起创建了以天宝山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 在向奇蒙山区发展的过程中 就爆发了著名的白雁镇争夺战 此次小规模战役在后来 一直被当成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经典案例 供大家学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假装撤退这种虚实结合的战术以外 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 还采取了不少灵活且好用的战术 可以说在陆军作战方面 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也正是因为如此 后来在中美建交期间 美国方面还请中国指导了陆军战术应用 现如今随着各类先进高科技武器的诞生 陆地作战在未来战争中所占的比例 或许不如海空作战的大 但是陆军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军事屏障之一 其建设与发展仍然是各国相当关注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